我们来讲解第二小节 1000人规模网络的一个设计 那么关于这种1000人规模网络设计 我们有了两个专题 第一个专题是非冗余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没有实现这个冗余 还有一个关于1000人网络 我们还有一个冗余型 那么如果你想实现这个冗余型的网络 需要用到一些VRP 包括MSTP的知识 那这个冗余型的网络 我们等稍后再讲 等我们讲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这几个专题之后 再来讲第七个专题 就是冗余型千人网络的一个设计 那么有人说 使用堆叠的这种场景在哪讲呢 我们在下面讲对吧 在第十四章里面 会讲到2000人20000人 这种规模圆区网的一个设计 那么针对这种呢 我们是主要是想讲这个堆叠的技术 使用堆叠技术来实现这种2000人或20000人 企业网的一个冗余的设计 好 这是我们设计的几个综合实验的一个案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千人网络 然后非冗余型 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TOP图 在我们的中级课程里面呢 我又单独建了一个文件夹 在中级课程里面单独建了一个文件夹 然后在中级课程里面 设计的每一个实验呢 都会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而且这个文件夹呢 会给到这个大家 在初级网络里面呢 我们已经设计了很多的实验 那么这些实验 我们讲课的时候设计的 这些实验呢 都可以给到大家 好吧 大家去下载就可以了 先看这个实验一 由于这个实验呢 它是一个大型的综合实验 它需要用到很多的知识 几乎把我们前面 常用的或者实用的一些知识呢 全部都纳进去了 所以你看起来这个托普呢 比较大 它的需求呢 也比较多 它毕竟模拟的是一个真实的企业网 在这个园区网里面呢 由于它是千人网络 也有可能是更多的人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千人 只是说说的是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说 两千人可不会使用这种网络 对吧 我三千人可不可以使用这种网络 那当然也可以 对吧 你说我七百人可不可以使用这种网络 当然也可以 所以说这个人数呢 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描述 并不是说非得是一千人 是吧 才能用到这种托普 这个不是的 因为技术其实它都是通用的 好吧 那先来看一下整个托普的一个需求 好吧 这个网络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是以一个高效的这个案例 一个高效为这个案例来去给大家讲解的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公司的网络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网络呢采用的是一个三层架构 分别是核心层 然后汇聚层交换机 还有这个接入层 那么核心层呢在这个信息中心 这有一个信息中心 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 信息中心里面呢有我们的核心交换机 有很多的服务器 那么在对于这种高效的这个网络里面呢 它有数据库 有OA办公系统 有这个无线的AC控制器 很有可能也是接在这个核心上面的 包括有这个图书借阅系统 像大学里面还有这个e卡通 或者有一些安全设备 那么都是放在这个信息中心里面的 那么我这边呢只是拿来两台服务器来做实例 一台是外部服务器 一台是财务服务器 那实际的这个高效里面 它的服务器不止两台 有很多台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了 我们这个毕竟是一个TOP图 是个逻辑TOP 核心交换机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要去汇聚到核心上面来 由核心转发到企业的这个出口 转发到企业出口 接下来呢再看一下这个汇聚 每个汇聚呢都要接到不同的楼宇里面 我这个红色的框是一个楼或者说一个房间 那么这个蓝色的框呢它是另外一栋楼 是另外的一栋楼 你也可以想象成说这个蓝色的框它是 某一个楼的某几层 比如四层到五层 关于这个企业网包括高校包括医院 其实都适用于这种架构 对其他的架构是一样的 具体的你可以去参考我们的这个初级的课程 你看 在这个网工初级课程里面 我们当时跟你讲了一个案例还记得吧 对吧 讲了一个200人500人 这样一个圆区网的一个设计 那么当时呢也是有几个很多的步骤啊 那其实我们这个1000人这个三层架构的一个设计 和它是类似的 和它是类似的 这种网络完全可以适用于比如说医院 高校包括大型企业 包括生产制造型的企业 包括员工宿舍都可以 那我们这边只是拿一个高校的这个场景为例 以一个高校的业务为例来去设计这样一个拓谱 比如说这是一个实验楼 或者说有1号实验楼 2号实验楼等等 教学楼 包括行政楼 总之是不同的楼宇 我这边只是跟你简单标一下 那么这个通常来说 通常来说这个核心交换机到这个汇聚之间走的是光纤 因为它是不同的楼嘛 从A楼到这个B楼之间呢 一般走的是光链楼 然后在这个B楼呢 一般这个汇聚交换机 它要放在这个B楼里面 这个汇聚包括底下的接入呢 都可能在B楼 当然如果你这个楼很大的话 我们可以放两台汇聚 对吧 我们也可以这样 你这个接入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接个接入 就这个TOP啊 你一定要想象一下 我们不可能说把一个真正的企业网的TOP都完全画出来 因为一个真正的大企业里面对吧 一个真正的高校里面 它有上百台或者几百台交换机 你说这你用这个模拟器 你不可能画出来几百台交换机 对吧 但是这几百台交换机 它其实工作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这边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永远不能做出来一个真正的案例 一个真正的企业网 因为一个真正的大企业网对吧 它有几百台对吧 这个交换机和漏器 那你怎么做 你是没法做出来的 你这个模拟器根本就跑不起来 你只能是到工作以后才能知道 但是其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 基本上可以把一个企业网的一个运行架构 给它模拟出来 那你看你实验楼是这么做对吧 那我教学楼其实一样的做法 那我行政楼也是这么一个做法 那我图书馆 那包括还有其他楼 我这里面写的点点点看到吗 它的做法其实都是相似的 好吧 都是相似的 你这一百台交换机 你这一百台接触交换机 他们的配置也都是相似的 它的配置也是相似的 那通常来说 在一个楼里面呢 它的汇聚和接入呢 是放在一个地方的 那么当然如果你的接入不够用的话 你再接就是了 对吧 你再接N个接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的汇聚上 其实也是可以接PC的 好吧 也可以接PC的 那么这样一次来推 那这个里面其实可能有多台接入 我只是画了一台而已 比如这个里面可能还有多台接入 接入交换机 因为用户数量如果多的话 你这一台交换机不够吗 对吧 它可能就有多台交换机 那我们这边只是画了一个示例图 那么当然PC也是这样 对吧 你不可能说就两台PC啊 无可能有N台PC 对吧 但是你无论有多少台PC 你这个做法不都一样吗 对吧 都一样 那在一个大企业里面 比如说我有1万台计算机 那你这里面你不可能拖出来1万台计算机呀 对吧 咱只是做一个模拟 这是我们的企业内网 那么这一块是我们的企业内网 对 这一块是我们的企业内网 那么这一块呢 是出口 这个高效呢 它还有几个新校区 这边有一个新校区1 还有一个新校区2 当然新校区的这个网络 它其实不只是一台PC呀 你说一个新校区 它怎么就可能一台PC呀 对吧 这个新校区 其实它的做法还是和我们这个差不多 比如说也是一个三层架构 有核心交换机 有汇聚交换机 有接入交换机 或者说有核心交换机 直接到接入 对吧 这个新校区的网络和总校区 或者和我们以前初级课程里面讲的那个 两层架构那种是差不多的 好吧 就是我们只是说 就不再重复做了 我们这边只是放了一台PC在这 那么这边有一个新校区2 新校区2 它有很多个网段 有很多个交换机 它的战网也是很复杂 那可能有一百台交换机 可能有几千个PC 中端 可能有这个几十个网段 但是我们这边只是拿一个网段 一个PC来示例 OK 这么一个示例方法 你要想象一下 好吧 学这个网络 你一定要去往那个现实中来想 对 就是往那个现实里面去想 好吧 那么当然这个企业呢 你可以想象成一个企业的网络呀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想象成一个企业的网络 那么企业的网络也可以这样做呀 对吧 也可以做这个分支呀 不是我这个 这是企业的总部 对吧 这是企业的总部 这是分支一 这是分支二 然后分支三 分支四 分支五 分支六 哎 这不是都可以吗 作为一个集团型的网络 我总部在北京 是吧 我全国各地到处有分支 是吧 这些分支机构需要和我总部去来互传数据 这个都是OK的 它是一样的做法 好吧 那么当然 不管是高校还是企业 它都要有上互联网的需求 是吧 我们这边呢 拉了两条 一个是移动的宽带 一个是联通的宽带 一个是移动的宽带 一个是联通的宽带 两条出口 两条出口 这边呢 我故意拉了两个带宽 一个是一季的带宽 一个是一百兆的宽带 一百兆这个联通呢 是作为备份用的 那么当然 每一个运营商都能够访问一个移动 一个百度 对吧 我这边模拟了一个百度 这个百度9.9 拿9.9来模拟 它是移动这边起了一个还回口 包括联通这边也起一个还回口 就是你通过联通也可以上百度嘛 通过移动也可以上百度嘛 对吧 那至于这一块运营商的网我们就不做了 因为这一块属于运营商的事情 它不关我们企业 我们给它掏钱 是吧 我们只做我们企业的网络 是吧 运营商是由你运营商来做的 我们给你掏钱上网 你就把我数据给我送到百度就OK了 是吧 那么至于你运营商这张网怎么弄 只有你百度的机房怎么建 是吧 你百度的网络长什么样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对吧 我是一个企业的工程师 是吧 我不管你运营商的网我也不管你百度的网 OK 那我只需要把我们的企业网把我们的校园网给它做好 那就OK了 所以这张网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展开你的这个思想 放飞你的这个这个想法 它其实可以类比成很多个企业的脱铺 它可以类比成很多个企业的脱铺 教学就是这样的吧 你讲课你只能是在这样一个逻辑的一个范围内来讲 对吧 你只能举一个企业的例子 是吧 那以后你们出去干工程干项目 对吧 以后你出去工作去干集成 那你可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这个案例 对吧 包括各种各样的需求 各种各样的托普 那么你都要去类比 对 其实它的总体的思维是差不多的 好吧 OK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看一下这个托普有什么要求 好吧 这里面有十个要求 对这十个实验要求 我给你放大一些 你看好吧 第一个是这个企业的信息中心 那么要配置这个EtherTrunk实现这个链路冗余 这个EtherTrunk我也给你做了 对吧 就是这个扶起比较重要吗 我们这两个链路呢 作为一个捆绑 做一个EtherTrunk 四颗呢 叫EtherChannel 把这两条线捆成一条线 实现带宽的一个叠加 同时实现链路的一个冗余 好吧 就是这一块 第二个 说企业内网要划分多个伪烂 减少这个广播域的大小 减少广播域的大小 应该叫减小吧 好吧 不应该是减少哈 减少广播域的大小 那么提高网络的稳定性 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对吧 你作为一个一千人的网络 你不可能说我就画一个网段 我们这边画了N个网段 N个伪烂 你可以想象一下是吧 伪烂1010网段 伪烂2020网段 伪烂3030网段 伪烂4040.0 伪烂N网段 OK 那这边有一个服务器 对吧 全部在200网段 画到伪烂200里面 这是服务器去 或者你叫数据中心去 也可以 这个位置其实不同的企业 有不同的叫法 有的叫数据中心 有的叫信息中心 有的叫中心机房 那像一些国企啊 包括一些医院啊 他们有叫信息科什么的 反正就是不同的部门吧 他有不同的叫法 你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呢 就统一叫信息中心得了 好吧 这个位置就要统一叫信息中心 这是EasterTrack这一块 那伪烂这一块也做完了 对吧 那么企业交换机 核心交换机作为用户的网关 实现伪烂兼路由 就是我们用户的RP地址 它的这个网关 全部配置到核心交换机上面来 用户的网关全部配置到核心交换机上面来 这个也是可以的 再往下看 好吧 第四个需求 所有的用户都用于自动获取RP地址 那么这个我们只需要在核心交换机上 启用这个DTCP的功能 给用户分地址就可以了 给用户分地址就可以了 好吧 再往下看 第五个需求 出口要配置NAT 这个实现地址转换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对吧 你这边拉了光纤宽带 我们要有这个NAT转换的 四网地址到这边要转换成公网地址 才能出去的 这个是必须的 第六个 在企业出口将内网的服务器的80端孔 映射出去 那么同时外网的用户 允许外网的用户访问 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需要将内网的这些 服务器的80端口呢 映射出去 我们只映射这个外部服务器就可以了 好吧 因为财务服务器呢 一般是不需要被外网访问的 我们只需要把外部服务 映射到公网地址上 方便外网的用户可以访问我们的外部 就是我们的网站 第七个呢 是所有的设备 都可以被Telnet远程管理 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被Telnet远程管理 第八个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你这个接入交换机 或者会计交换机 或者说核心 对吧 包括漏器 都可以被远程Telnet省 都可以被远程Telnet 所有的校区之间可以互访 且这个出口要实现冗余 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这边不是有很多校区吗 我们有校区一 新校区二 这是我们的老校区比如说 或者对于企业来讲 这是总部 这是分之一分之二分之三分之四等等 那么这些要实现互联互通 那有人说了 说你这个新校区一和这个老校区之间 是吧 他隔那么远 比如隔了五公里 那么这个五公里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是同城的话 对 如果这个新老校区是同城 就是在同一个城市的话 你可以租用这个运营商的裸线 就这个你得中间这个互联互通的话 你得掏钱对吧 你得掏钱给运营商 让运营商来帮你办 如果是同城的话 直接租用运营商的裸线就可以了 几公里之内呢 一般是也也不是特别贵 那如果你隔的非常远 比如你隔的不是在同一个城市 对吧 你这个新校区和老校区不是在同一个城市 隔的稍微远一些 那你就可以租用各种专线 MSDB专线 SDS专线 这个也是要由运营商来帮你完成 对 你给运营商掏钱 运营商来帮你打通 这个新老校区之间的这个这条路 在你看来就是 相当于你从新校区扯了一根光线 直接扯到了这个老校区一样 好吧 从分支直接扯到了一根光线 直接扯到老校区一样 在你看来 逻辑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实际上是由运营商帮你来完成的 那他怎么完成你不用管 你只要掏钱就可以了啊 那或者你采用一种廉价的方案 就是你不租赁这个专线 是吧 你采用微拼也可以 啊 这个微拼呢 呃 传输的效率 稳定性不如专线 但是他就是便宜 就是我们在新校区和老校区之间呢 自己去搭建微拼 也是OK的 那么关于微拼的配置 我们可以在 我们等后面再讲哈 对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在后面专门有一个章节 专门来去讲解这个微拼的知识 好吧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专门设计了一个微拼的专题 在中级课程里面有一个微拼 来讲解 啊 呃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托普啊 这接下来再看好吧 还要实现这个出口荣誉啊 出口荣誉就说我这边不是一个离 一个连通 一个移动吗 呃 默认情况下 我们让数据呢 走这个移动上网 那么如果移动挂了 我们可以走连通上 对于这种教育网 其实他里边还会有一个叫做教育专线啊 对 就是教育网啊 他一般还有一个出口通往那个教育网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连通想象成教育网也可以嘛 对吧 如果是企业的话呢 他一般不会接这个教育网啊 但是这个企业呢 如果是一个大企业啊 他的网络比较重要的话 他一般会接两个运营商啊 就是他会拉多个运营商 比如拉一个电信 一个连通啊 那万一你这个移动挂了 我连通做备份顶着啊 万一连通挂了 我移动顶着啊 这个是互为备份的 好吧 互为备份的 我们这边做的比较简单啊 啊 我们这边呢是直接拉了一个连通的100兆 做冷备啊 相当于做一个冷备 就是如果移动这边出现问题 我们可以临时切到这个移动这边啊 临时切到连通这边啊 那其实 关于企业的出口呢 关于企业的出口 这个网络访问的时候啊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啊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在防火墙上来做的 对 其实我们一般都是在防火墙上做 很少在企业出口 在楼梯上面来做 好吧 就是访问互联网这一块 一般都是在防火墙上来做的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啊 它属于 受通的课程 就是路由交换的课程啊 路由交换的课程 它 防火墙讲的很少 几乎是就是简介一下 那么关于更多的防火墙的知识呢 你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我的安全课程 我在安全课程里面呢 重点介绍了华为的防火墙的配置 包括出口的这个配置 那么出口我们可以去做多出口选路嘛 比如说 如果用户访问的数据在移动这边 我们走移动 那如果用户访问的数据在连通这边 我们走连通 对 就是它可以这样走 然后呢 也可以说你承担百分之五十的 六十的力量 让你呢承担百分之四十的力量 这个也都是可以做的 好吧 那防火墙呢 由于如果你我们做了防火墙 防火墙的功能很强大 它能够对用户的应用 应用层进行识别 那比如说我说 打游戏的走第一条路 这个看视频的走第二条路 这个也是可以做的 好吧 我们可以做策略路由 做策略路由 而且策略路由呢 可以基于应用来去匹配这个数据包 基于应用 但是我们这个路由器就很难做了 因为你这个路由器 它不能去识别这个应用层的内容 路由器呢 它只能去识别这个像三层的rp地址 像四层的端口号 对吧 它可以识别 但是你说你能够识别说 这个 打游戏的对吧 是吧 打王者荣耀的流量 还有这个英雄联盟的流量 你能识别吗 它就很难识别了 包括比如说腾讯的微信的 对吧 因为它这个像这些应用它比较复杂 它这个目标地址有很多 它老变 因为腾讯的话 你想这个微信 微信的目标地址有好几百个 它不是说某一个固定的服务器 它有 它在全国各地有好几百个服务器 好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拿应用层来去识别了 你不管你 IP地址怎么变 对吧 你目标地址 你腾讯有很多服务器 你的地址也有很多 但是你应用层 是吧 有一些不变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 去靠这个防火墙去识别出来 那我就可以基于这个应用来去匹配这个流量了 来去做这个负载分单 或者说准备切换 或者策略路由 这个都是可以的 策略路由呢 在防火墙里面也是可以匹配这个应用层的内容的 基于应用 应用层来去实现这个策略的路由的一个转发 对数据一个进行一个转发 但是这个路由器就不是特别好做 好吧 因为路由器它不能识别这些东西 它的功能相比防火墙来说呢 要弱很多 这是跟你说清楚的一点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 没有设计很复杂 就这个原因 就是其实我们的真正的工程项目里面呢 我们一般在企业网里面 多数都是拿防火墙去连外面的 好吧 再一些政府型的单位 这种政府单位 它很多有的是拿路由器的 但是政府单位一般它有两个出口 就是一个是走这个 相当于专线吧 就是连到比如说对于市来说它连到省局嘛 对于县来说它连到市局 那个是走路由器走嘛 它就是业务数据 业务数据 比如说财政局 环保局 税务局 土地局 对吧 这个它是走那个相当于专线 走它那个专网走 走路由器 转出来 但是一般这些企业其实还有一个出口 这个出口就是防火墙出口 就是用防火墙来做出口 这个出口主要是用来上互联网的 就是访问百度搜狐淘宝 这是对于政府型的单位 它有这么一个做法 好吧 这是我们的出口这一块 所以以我们目前的知识呢 就只能去这么一个设计这么一个路器 这么一个走法 好吧 这么一个走法 这个需要跟你说明的是 其他的需求看看好吧 第九个需求 第九个需求呢 是企业的财务夫妻 只允许违赖40的员工访问 这边有一个财务夫妻吗 比如说我们只有这个违赖40的员工 可以访问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财务人员呀 比如说只有财务的员工 可以访问这个财务夫妻 第十个 我们要禁止 伟兰20的员工访问外网 那么且关键设备呢 做好这个实时的监控 就这个PC啊 这个PC它是不能上外网的 就是不能访问互联网 这个到时候我们使用ACL就可以做嘛 对吧 而且对关键设备 要做好这个实时的监控 这些关键设备呢 主要就指的是网络设备 比如说我们的核心交换机 呼吸交换机 想接触交换机 我们可以做一个SNMP监控 对吧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通过一些网管软件 对这些关键的设备呢 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 要在这些设备上 把这个SNMP呢 配置好 以这个等待 网管软件 来去监控和对接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企业的一个需求 好吧 我已经把这个 在实际这个项目里面哈 这些企业的需求 尽可能能够你挪过来 有一些实际的需求 实在是没法去放到我们这个top里面来做 因为很多知识 你没有学 比如方国讲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这个云计算的一些知识 这个没学 我们就先不说了 好吧 就我们这个需求呢 也就不加了 那我们先去一个一个来做吧 好吧 第一个需求 我们先去把第一个需求做了 好吧 那第一个需求呢 是做这个微烂和truck 做微烂和truck的时候呢 要把我们的这个 什么呀 把我们的这个底层先要配好 对吧 就是我们的ease trunk先要做好 对 先把ease trunk做好 然后再做微烂 再做truck 当然交换机和交换机集联的联络 我们全部打truck好吧 交换机和交换机集联的联络 全部打truck 好了 这个top比较大 我先一点点启动 如果一次性全部启动的话 我这个模拟器又能扛不住 好 我先启动这个核心交换机 然后呢 再启动这里面的这个设备 这一块就不用启动了 因为这一块是模拟的对吧 这个汇聚这边呢 也启动一下 OK 我这边呢 已经启动了大部分的设备 那么我们首先去做这个ease trunk 好吧 把这个链路两条路呢 给它捆绑到一块 先在接触上做好吧 每一个设备呢 给它命好名啊 对 因为我们这 你看这个名的话 其实和这个sw是不匹配的 对吧 你不要认为它是交换机3 它其实交换机8 你不要看上面这个名 好吧 一定要给它命好名 你要不要命名 你不命名的话 待会这个交换机一多 你就记不住了 所以务必要把这个名字 给它命好 这台是接入交换机 它是接服务器的对吧 我们直接在前面 给它加一个名好吧 这样吧 我们就是c字name 叫接入 杠sw8 然后呢 将这个一口和二口 进行一个链路捆绑 我们可以去先去建一个ease trunk 这些知识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我们在初级课程里面呢 已经把这些知识全部讲完了 这些微烂呀 truck呀 什么的 如果你有忘记 可以回放一下我们前面的初级课程 这个步骤我简单一说好吧 它的步骤比较多 因为这个tob比较大 我们会先去配置微烂truck 然后再配置核心交换机的网关svi 然后再配dgcp nat 然后广域网的一个出口选路 包括 ospf 然后再去启用这个远程的tilenet 然后再配置防纹控制 最后呢做smp运营监控 这是我们的几个步骤 那我们目前先做第一步骤好吧 interface ease trunk 我们给一个名字啊 比如说1吧 然后我们有一个mode lacp的模式 我们使用lacp的模式 这些指令我都讲过了 我就不再讲了好吧 然后将这些两个接口加进来 将一口和二口加进来 然后trunk pot trunk pot gbeta0-0-1口和这个gbeta0-0-2口 回车 它这个没有gi ok那我们这个就做好了 这条路要打trunk对吧 这个昆帮口要打trunk 我们直接去做一个trunk的了 好吧 pot link type trunk pot trunk allow pass尾烂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尾烂的修剪 或者叫尾烂的过滤 对啊 这条trunk内路呢 我们只允许微蓝200的数据通过 因为底下有微蓝200嘛 我们也不需要允许其他微蓝通过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广播域缩小 然后呢 使得这个网络更加的稳定啊 就不要写傲 对吧 你不要写这个傲 我觉得这个傲不好 你傲的话 你允许了所有的微蓝的力量 对吧 那样你的广播域会扩大的哈 因为广播包 它是可以从trunk上穿过来的 好吧 所以为了使得这个网络更加的稳定呢 我们只允许200就可以了 ok 还有一个管理尾烂 回头我们又起一个管理的尾烂 这个就是Townet那个管理尾烂 这个管理尾烂呢 我们暂时把它定义在尾烂900里面 好吧 900 再加一个900 回车 对 这个微蓝900呢 是管理尾烂 就待会我们的管理流量 Townet的管理流量 全部要切换到微蓝900里面 去传输 它属于微蓝900的流量 好吧 这个你放大一下吧 好了 我们来继续做好吧 那么这一块就做好了哈 port trunk也做好了 对吧 我们再去看一眼好吧 这个trunk搞定了 当然我们要去创建相关的尾烂 对吧 这台交换机上呢 需要去创建尾烂200 还要去创建尾烂900 这个尾烂900是作为管理尾烂 我们回头再用嘛 就是最后讲Townet的时候要用到 目前先不用 目前先不用 这是我们的sw8 那么交换机核心上也要做一下 对吧 这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直接写一个核心-sw1得了好吧 然后呢 把这两个口捆起来 对吧 二口和五口捆起来 interface is a trunk 1 mode lacp模式 那trunkport gbit0-0-0-2口和这个还有一个叫gbit0-0-5口 把它两口捆进去 然后呢 打trunk的吧 pot link type 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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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 pass 尾烂2 不对 不写2 对吧 这个口我们只允许200和900 OK This is 好了 然后紧接着呢 把这个尾烂做出来 对吧 尾烂200 900 核心上必须要有所有的尾烂 对吧 核心交换机上 必须要有底下用户所有的尾烂 那么除了200和900之外 还有10 20 30 40 等等 那你全部做出来 10 20 我们就这样做对吧 尾烂被尺 批量 10 20 30 40 200和这个900 回车 好了 那么这个尾烂呢 一次性就可以创建多个尾烂了 好了 那么到此呢 我这个easter trunk就做好了 我先把这一块的配置呢 给大家粘一下 好吧 所有中级的课程啊 因为这是我们中级课程里面第一次上课啊 我们所有中级的课程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笔记 好吧 像我们的这个初级课程一样对吧 我们这个初级课程不是做了这个笔记吗对吧 我们这个中级课程呢也会做这么一个笔记 我会把重要的一些知识 脱普都会给你放到这个笔记里面 而且我的笔记会分为两个部分啊 一个就是这个有道的笔记 还有另外一部分 后期呢会把一些笔记和托普包括PPT 放到这个OneNote里面 对放到这个OneNote里面啊 你需要去下载这样一个OneNote的软件 然后我会把这个托普PPT导出来 导出来给你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看到我这样一个东西了 我这边看到的你这边也能看到好吧 我这边可以把它导出导出之后给你发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用这个微软的这个OneNote这个软件把它打开 就可以看到我这样一个界面了好吧 就是我的笔记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这个有道的啊 一个就是那个OneNote的部分的啊 所有的笔记包括资料都可以给你 只要不是商密的都可以给你啊 这样就做好了对吧 这个伪赖呢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去把这个笔记整理一下 先看这个接入吧 讲interface is a trunk对吧 this is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吧 这个应该是步骤一哈 对 就是微软啊 tranc包括依莎 tranc对吧 电路的捆绑技术 它的一个配置 然后这个是sw几啊 我们的接入交换机sw8对吧 sw8的配置 然后把这个torp呢 给你挤过来放过去啊 这个torp挺大的 意思已经不能接得了啊 这样 ok 然后呢放到我们这个torp里面吧 啊 这个是2000人 哎不对 1000人 1000人规模这样一个网络的设计 我们这个是非冗余型对吧 就是没有做冗余的哈 因为我们冗余的知识还没学哈 非冗余型 这是一个torp 这是我们的配置啊 这是我们的配置 然后呢 先在接入sw8上呢 做这么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指令就是把它的接口 要加进来对吧 还有一个叫做trancpot 它没显示哈 叫trancpot 呃 gbeta0-0-1口和0-0-2口 这个指令它跑到那个接口下面去了 它自动会跑到接口下面 再把这个sw1的配置一做好吧 整理一下 sw1的配置把它粘出来啊 interface 142trancd4s 这个是它的配置 这个整理配置挺麻烦的啊 它的接口就不是1号2了 它是5口 放大一下吧 它是这个5口和这个2口 对吧 它是这个5口和2口啊 OK 当然还有几个伪烂的创建的指令 对吧 这是伪烂的创建的指令 还有这个sw8也有一个伪烂创建的指令 对吧 它是这个200和这个900对吧 看一下吧 没错 OK 那么到此呢 我们的eastertranc就做好了啊 我们的eastertranc就搞定了 可以去查看一下对吧 可以去查看一下 你看 我们可以在这个把它往上放一下 可以在两边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 Display eastertranc嘛 OK的对吧 selected被选择了对吧 另外一个也是这样啊 Display eastertranc 那也是OK啊 没问题对吧 selected 这个捆绑的接口是OK的啊 当然我们需要把接入8的这个两个接口呀 划入到伪烂200里面好吧 将接入交换机82口和3口啊 百兆口注意看啊 它是eastertranc啊 不是千兆口了啊 这两个是记忆口啊 这两个是e口啊 不要弄错了 对吧 划到伪烂200里面啊 划到伪烂200里面啊 看一眼好吧 嗯 没错对吧 接入到伪烂200 而且要打为这个access接口啊 给它一做好吧 我们使用批量配置的方法啊 pot group group member e0-0-2口和e0-0-3口 这个有一个eastert吗 eastert0-0-2和这个eastert0-0-3 必须得敲全啊 好了那这样做好了对吧 然后呢pot link type access pot default vlan 200 搞定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配置啊 嗯 可以给你粘出来对吧 你直接到结果下做也可以 我是批量的配置了啊 嗯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sw 这个地方 放大一些哈 放到22吧 我把配置放小一点 好 这个都好了啊 嗯 紧接着我们看一下好吧 嗯 那么 嗯 接下来我们这样吧 我们从这个开始做哈 交换你5往上做 啊 交换你5往上做哈 因为 这样一个大的trop 如果是真正的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项目哈 呃 像这么多的楼 这么多的交换机 这么多的用户 呃 从这个立项到施工 到布线到这个项目验收 整个做下来估计要好几个月啊 所以说你你不要觉得麻烦说啊 怎么那么多这个什么时候能配完 对吧 因为因为这样一个项目的话 我们真正在施工的时候对吧 他不是说一天两天做完的 是吧 他是好几个人 然后呃 大概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它完成 啊 是吧 我们用大概一天的时间把它给干干完 是吧 已经挺快了吧 对吧 你你几个月的一个活 对吧 我们一天就做完了 所以你你不要觉得麻烦啊 你不要觉得麻烦 对吧 得赚钱呀 对吧 得赚钱是吧 这样一个项目下来可能得 嗯 百万级别的项目啊 可能是几百万的项目 那几百万的项目对吧 我们肯定是有利润的嘛 对吧 我们有几十万的利润在里面呢 对吧 所以所以这个你你不能 呃 嫌他这个费事是吧 啊 嫌他麻烦是吧 这个就是这样啊 就是用我们的知识的吧 来赚取这个利润嘛 呃 所以接下来我会从交换一五呢 然后开始往后配置啊 就是i的配置 嗯 这是接入六吧 好吧 这是接入七啊 我们 这个是接入八 哎 这个就是八已经被他占了 这就是九吧 好吧 这是九 然后把我们这个再缩小一些 啊 这个图太大了 能不能导出一个图片呢 嗯 打印 send to one node 还是这样吧 再接个图 我们把这个图给他覆盖掉吧 这是我们新做的一个图 啊 否则你这个交换机的编号就对不上了啊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从sw5开始往后配置啊 呃 这一块呢是接入交换机sw5 我们先从他开始往后做 好吧 access 然后tank嘛 然后这边 i的往后走就是了 sw5啊 啊 这个是接入了 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拿掉哈 呃 接入交换机sw5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二口三口给他一做 首先创建一个围连哈 围连10对吧 推出来 interface e0-0- 我们使用这个指定好吧 叫pot group group member 呃 e0-0-2口和e0-0-3口 pot link type access pot default为line20 对吧 那么假设交换机sw5里面有很多个接口 都属于围连4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批量配置的方法 对吧 一次性将n个接口 一次性化到这个围连4里面 好吧 好 上面这个接口呢 叫g0-0-1口打tank 对吧 g0-0-1口 然后pot link type tank pot trunk allow pass 是围连 我们只允许围连10和900就可以了 好吧 对 注意啊 要允许900啊 就是管理围连要通过的 对吧 然后围连900也要创建 好吧 我们在这边写一下吧 围连900呢 它是作为这个管理围连 就是后期配置这个tank的时候呢 会用到 目前只是在这创建一下嘛 对吧 好 那么它的tank也做好了 对吧 这个交换机5呢 就完成了哈 它的围连和tank就做完了 我们把它配置出来 钻出来 这个是接入对吧 接入sw5 这个是核心哈 然后呢写下吧 好啊 这个也是接入的配置 对吧 服务器的接入啊 对 服务器组的这个接入 sw8 好 我给你放大一下吧 放大一下 那当然其实它前面还有一个指令 里边叫围连 配置10和900 对吧 创建两个围连 每一个交换机上都要创建这个围连900 方便我们后期管理去使用 因为每一个交换机呢 都需要被tank的远程管理嘛 对吧 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tank的配置 把它也粘出来 好吧 这边有一个千兆口的tank配置 好 这是tank的配置 那么接入5呢就做好了 那同样的方法 其实我们把接入6一块做了 好吧 这个是最麻烦的 给它一个名 好吧 叫接入-sw 实际我们在工程里面命名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基于这个地理位置来命名 比如说像如果是这样一个企业的话 你可以基于比如说 给他们一个名叫实验楼 是吧 接入-什么什么就可以了 就是总之为了方便管理这个名称呢 不要乱写 那么在实验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在实验的情况下 当然呢 它也要去创建箱的微蓝 对吧 它底下呢 是有一个微蓝20的 我们来一个微蓝20 然后再去创建一个微蓝900 好吧 管理的微蓝不要少了 然后把这个接口画到微蓝20里面 E0-0-1口 interface E0-0-1口 对吧 Port link type access Port default微蓝24 上蓝口呢 要打trunk 并且允许微蓝20 和管理的流量900通过 好吧 interface G0-0-1口 千兆口啊 注意 所有的上蓝口全部是千兆口 看到吗 对 这个网络是千兆核心 然后百兆到桌面啊 就是千兆的一个骨干联络 然后百兆通向用户那边 因为我们这个模型企业 只能这么做啊 也因为它 这个模型企业没有更高端的设备啊 它只能是这么做 好吧 在现实的企业网里面 如果是新建的网络 我到我一般给它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给它设计这种叫万兆骨干 对 就是集联的链路呢 我们尽可能给它设计成万兆的啊 然后千兆到桌面 就是千兆通到用户那边 好吧 那当然啊 这个也要根据用户的预算来去设计 就如果他不愿意出钱对吧 那你就只能 特而求求其次啊 设计这种千兆的这种骨干网络 好吧 因为你这个接口带宽越高 那么它肯定造价就越贵嘛 对吧 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啊 所以这个 它是跟钱相关的 你要不愿意出钱 那就没办法了 好吧 好 打tunc好吧 portlinktap tunc 然后呢 这个tunc允许的伪难呢 是20和900 好吧 后面有一个900哈 我写出来了好吧 嗯 这是接入sw6的配置 嗯 到此就ok了对吧 ok了哈 其实底下的这些接口啊 它还有剩下的接口 如果它是接用户的话呢 我们一次性将它画到这个尾兰的20里面 对 使用p量配置的方法 一次性可以将N个接口啊 画到这个尾兰20好吧 对吧 比如说你看呃 这里面还有这个一口 对吧 还有这个二口三口 对吧 你看它一共有多少个接口呢 display interface 对吧 对吧 它一共有22个接用户的口吗 那我们可以把这22个接口是吧 一次性画到尾兰24里面 你看可以这样做吗 对吧 portgroup 我们已经画了哪几个口了 我们已经画了这个一口了 对吧 那么把二口到22口给它画进去 我给你演示一遍啊 剩下的就不演示了 好吧 portgroupgroup number 10-0-2口 对吧 然后到to 10-0-242口 是吧 portlinktopaccess 对吧 回车 portdefault为Line呢 20 回车 啊这样一次性就把所有的结果全配置好了 好吧 好 嗯那么这样的话 接入交换键6呢就做好了哈 下来我们把接入6的配置粘一下吧 接入到sw6 嗯 微烂的创建就不做了 好吧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一口啊 其他的接口也没接用户 我们就先不粘了 好吧 我们只把它的一口粘过来 当然tranc也做出来对吧 底下有一个tranc接口吗 也要拿出来 包括微烂创建的配置 微烂biz 呃20和这个900哈 好 那么这是交换机接入sw6的配置啊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做好吧 嗯 其实接下来可以做汇聚了哈 把汇聚sw2做出来好吧 这个是汇聚啊 -sw2 嗯 那它呢上面呢需要创建几个微烂呢 你可以看一下的吧 这个汇聚交换机需要创建微烂10 微烂20 还有一个管理的900对吧 还有一个管理的900啊 需要创建这三个微烂 那么这三条tranc联络呢 要分别允许对应的微烂啊 来做一下 首先创建微烂吧 微烂biz 10 20和900 然后呢 先去到二口来做啊 把这个叫tranc做完啊 允许10和900 好吧 interface g0-0-2口啊 portlink type tranc 对吧 porttranc allow pass微烂 这个10和这个900 至少要允许这两个微烂通过 好吧 至少要允许这两个微烂 接下来三口对吧 三口允许20和900通过啊 interface g0-0-3口啊 portlink type tranc porttranc allow pass微烂 20和这个900 这是我们的三口的配置 那么接下来到一口下来做好吧 一口呢要允许10 20和900 上两口啊 portlink type tranc porttranc allow pass微烂啊 微烂10 微烂20和微烂900 都允许 啊 因为 你微烂10度量要走他过嘛 对吧 他要走他过他也要走他过嘛 还有管理的900也要走他过对吧 所以都允许了啊 好那这就是我们交换机SW2的一个配置 我们把它粘出来 这个是汇聚啊 SW2 是吧 当然他上面要创建微烂的吧 微烂 必须要创建箱的微烂才能够让tranc放行该微烂的流量啊 对 就说如果你这个tranc啊 呃 他放行了微烂10 但是你这个交换机上没有创建微烂10 那这个对不起 对吧 这个tranc是不允许微烂10的流量过的啊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箱的微烂给它创建好 这样才能够让这个tranc生效啊 好了 那么这是关于汇聚交换机的2的一个配置啊 好 接下来 我们做一下汇聚交换机3和SW7 我这边拉一下吧 先去做这个接入交换机7啊 对 现在做接入交换机7 呃 SW7是吧 接入-SW7 UnderInformationE吧 呃 创建微烂30 啊 还有一个微烂900 不要忘了吧 然后呢 底下有两个口嘛 把它画到这个微烂30 里面啊 PortLinkType 不对 我们用批量配置的方式吧 PortGroupGroupNumber E0-0-1口 我们把1口到啊 22口全部画进去得了 好吧 对全画进去啊 PortLinkTypeAccess PortLinkTypeAccess PortDefault微烂30 啊 30 然后上面呢 还有一个千兆口 对吧 这个有一个千兆的G0-0-1口 啊 我们将这个千兆口呢 打成Trank啊 Interface G0-0-1口 嗯 PortLinkTypeTrunk PortTrunk PortTrunkAllowPath微烂 呃 30和900都要过啊 都要过 这是我们的Trunk配置 好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接入isw7的配置 我们把它粘出来 好吧 配置拿出来啊 我们只将这个 一口二口的配置粘出来 因为其他的接口 3也没接用户啊 所以我就不再复制了 接入isw7的配置 其实要先有一个relin 对吧 relin btch 嗯 它是30和这个900啊 还有一个串个口的配置 其实你发现每一台交换机啊 对吧 它的配置都是类似的啊 就来回就那么几条命令嘛 把它记住了就ok了嘛 好 那么这是接入交换机isw7的配置啊 嗯 紧接着我们做一下交换机 汇聚sw3啊 汇聚杠 sw3 首先创建伪烂30和900 然后将上下两个口呢 打成串个并放行伪烂30和900通过就可以了 对吧 伪烂30 伪烂900 然后呢 上下两个我们做批量配置吧 pot group number group g0-0-1 和 g0-0-2 pot pot link type trunk pot trunk allow pass 为line 30和900 OK ok 好 我们的配置称出来 这个上面配置很简单啊 这个是汇聚sw3的吧 汇聚sw3的配置 然后呢 然后呢 有一个伪烂的配置 伪烂bt ch 这边是30 和这个900 放大一点 好 这就是关于汇聚的配置啊 呃 接下来我们到核心了对吧 看一下啊 这边还有对吧 好多呀 很多楼哈 他楼多对吧 其实真正在项目里面就这么做的对吧 一个一个配嘛 但不是一天配完的 不是一天配完的 要很长时间 在这个模拟环境已经很好做了 在实际的项目里面 他有这个物理的故障 那就比较难排查了啊 就说你 你中心计防 对吧 你到我这个行政楼的这个光纤不通 这个怎么办 对不对 是吧 我们打光光不亮 这个你插了光纤之后这个光口灯不亮 这就问题就大了对吧 那你还得去找这个物理的故障啊 那在我们这个模拟情况下 至少他没有这种物理故障 对吧 至少的话 他这个光纤 他这个网线 他都是ok的啊 那实际情况 你还得去担心这个交换机的这个问题 对吧 那甚至有一些交换机一出厂就坏的 我们也见过啊 那你只能去返返场 对吧 只能返场啊 下来呢 我们把这条路给他做出来 好吧 对吧 这条路做出来 交换机9和交换机4啊 先做交换机9吧 这边来一下吧 saysname介入嘛 对吧 -sw9 首先去创建围栏40哈 还有一个围栏900万了 然后呢 将他的二口 画入这个围栏40里面就可以了 好吧 其他口我们就不做了 其他口媒介用户 我们就不做了 其实一般来说 也应该画到围栏40里面啊 将二口画入围栏40里面 好吧 portlink type access port default围栏40 好了搞定了 对吧 好 我写错了 对吧 写成400了 好 这就是这个口的配置 上连口打串口 G0-0-1口 portlink top 串口 然后port串口 allow pass 围栏 给他画到围栏40里面吗 对 40和900 对吧 这是串口的配置 那么接入9的配置呢 就搞定了 对吧 我们去把它粘出来 其他口我们就不做了 好吧 接入 sw9 trunk的配置拿出来 trunk口都是千兆接口啊 对 都是千兆接口 好 然后呢 把这个 放大一些 40和这个900对吧 OK 那么 接入9的配置就搞定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 这边就不做了哈 对这边是逻辑的 对吧 那其实每个楼都一样对吧 你这边有N个楼 那有N个楼 那做法都是和前面是一样的嘛 对吧 我们就不做了哈 这个一做好吧 汇聚sw4哈 下来把这个口一做哈 上来口打trunk 底下打trunk 并且放行围栏40和900通过就可以了 汇聚 当sw4 对吧 围栏被持哈 要创建围栏哈 40和900 这个不创建是不行的哈 呃 然后呢 pot groupgroup number G0-0-1口和G0-0-2口 回称 potlinktypetrunk pottrunk allowpass围栏 40和900 ok 他就做好了 粘出来 把配置一粘 这个是汇聚了 对吧 sw4 对吧 他要创建箱的伪烂 伪烂 40和900 后来那么这个是汇聚4的配置 嗯 那这块就做完了哈 这块就不做了 这一块是模拟的对吧 做法跟前面一样嘛 接下来核心了啊 核心的配置 那么核心交换机上呢 需要创建这么几个伪烂 对吧 10 20 30 40 呃 包括这边管理的伪烂200和900 对吧 呃 200是做服务器的嘛 900是做管理的 这边还有一个伪烂800 对吧 也要创建啊 因为800是要三层对接出口头气的 那这些技术 我们在初级课程里面全部讲过了哈 啊 所以在中级课程 我就不再去赘述了啊 需要创建伪烂800和三层的楼器对接 好吧 刚才好像已经创建了很多伪烂了 但是还差一个伪烂的800 好吧 我们把800也给他做出来啊 笔记里面呢 要给他补一下 好吧 核心的配置在哪呢 哎 这是核心的配置哈 其实还差一个800哈 800 对吧 那核心的配置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哈 这些只是Eastrunk嘛 对吧 呃 核心的配置还有很多 比如说 核心交换机的配置呢 还有很多哈 这边还有Trunk接口吗 对吧 看 刚才这个核心呢 我们只是把和SW8这边给他做好了 但是底下的其实还没做嘛 对吧 底下还没做 包括这一块也没做 我们一做 先瞅一眼吧 之前做了啥呢 之前做了 啊 啊 就是把这个Eastrunk做了 其他都没做嘛 对吧 eco先做eco吧 一个一个做啊 先做这个eco 啊 interface interface G0-0-1 eco 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pass 是尾LAN 呃这个接口我们要允许尾LAN 10 20 和900通过 好吧 啊 这个结果需要允许尾LAN 10 20 和900 啊 好了 紧接着 紧接着第三个接口啊 第三个接口啊 第三个接口就这个口啊 他需要允许哪些尾LAN呢 我们瞅一眼对吧 30 尾LAN30就可以了 interface interface 3口 30 还有900对吧 管理的要放行 接下来我们做4口啊 做4口啊 4口呢 要允许尾LAN40通过 对吧 允许尾LAN40 当然还有一个管理的900 这个不要忘了 啊 potlink type trunk pot trunk allowpass 尾LAN 呃 40 和900 OK 啊 那么其他的接口其实 跟这个都是雷同的 我们就不做了 好吧 还有一个这个24口怎么做呢 注意看啊 这边有一个24口 它是连接这个 核心啊 是26721的啊 它要三层对接21 这个三层对接 我们在初级课程里面 500人企业网 那个设计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做了啊 很简单 把24口 我们这边没有启动啊 所以它是红色的对吧 它红色是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启动 你一起它就可以变绿了啊 我们先不起啊 呃 把4口画成access口 画到尾兰800里面 然后给这个尾兰800配置一个地址254.2就可以了 好吧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用254.2这个地址和21 去进行一个三层对接了 好吧 好 我们一座 interface g0-0-24口 portlinktype3 这个口是access口 不要画错了 是access portdefault尾兰800 这样就可以了 啊 那么svr我们待会再配置了吧 关于尾兰800的接口地址呢 我们等会再配置 嗯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配置拿出来 好吧 嗯 这个是尾兰800的配置 给它一张好吧 复制 然后呢 底下几个 还有另外的几个串个口也打下来 好吧 嗯 OK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我们核心交换机的一个配置啊 好了 没毛病啊 嗯 嗯 那么整个的尾兰 truck呢 就做完了哈 好 呃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都完成了吧 我们看一看 好吧 dispot的尾兰看一下吧 OK哈 没问题 好吧 都做完之后我们保存一下啊 因为待会怕丢失了对吧 保存一下 save啊 yes 这个是不是就这样 每一个交换机啊都要保存对啊 切换到尖管号模式 然后save就可以了 回车回两下啊 点开 回车的时候呢 save123 save123 why yes save save 啊 这个都保存好了哈 呃 那么其他的配置就OK了啊 都保存完成了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保存按钮 好吧 这个保存完了对吧 好 然后呢 点击这个保存 这样的话 你如果一次性配完 你可以把它放放一下嘛 你下次再打开接着配 好吧 因为我估计 呃 可能你们不太熟哈 你们的指令 呃 估计得配那么两个多小时啊 甚至可能你需要配三个小时 好吧 啊三个小时啊 OK 那么关于第一小节呢 我们就讲完了对吧 呃 伟烂truck包括链路捆绑呢 就做完了 不足一就搞定了 呃 网关save的配置 我们在下一小节再来讲 好吧 好 那这小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